记者刘雨庆 澎湖报道 真是不讲义气 澎湖海巡队昨28日 接获13巡防区通报 在西美西南海域有中国渔船越界 澎湖海巡队警艇赶抵现场 发现使中国越饶于37008号 以一带九方式 母船发现警艇驱进查期 一度弃子船不顾自行逃逸 但仍被查扣 澎湖海巡队表示 接获通报后 立即派现上海域巡逻澎湖舰前往 下午30许在西美西南16.5里处 北纬23度3分 东京119度9分 发现中国渔船越饶于37008号 即夺搜小船违法补鱼 经广播数次命令停船 受舰无效 越船蛇行躲避并弃子船人员不顾 海巡人员极强靠登检 经控制押反对部调查 根据了解 次次查获该中国籍越船作业方式较为少见 细以母船搭配九艘小船单人作业 专门捕捉高经济鱼种 经长鱼或有60公斤 已与外海拳术进行海抛完毕 越陆船押反对部留置调查 将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采取没入渔据 或留置调查及罚款等六大执法手段 予以言成 欺猛恶使中国渔船越界 并将持续强力扫荡越界中国渔船 每年5-8月间为中国海洋服计修渔期 但中国倡导宝玉 却任由中国渔船出海 并越界到澎湖海域捕鱼或从事其他非法活动 一经查获将严惩重罚 绝不宽戴 雅下 海洋艦 雅下